其实北戎我们都退伍老兵都叫他荣总 都叫他荣总 那个地方是一个退伍的军人 联络感情的地方 对见了面就是 刘老 于老 你最近身体怎么样 都是就是联络感情 难得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集会 挂号挂得越久 他们可以聊得越久 这是他们集会场所 互相取暖的地方 所以看他成熟 不叫他下台会叫他干嘛 对可是大多数的这些 深蓝的伯伯 他没有这么没有水准 他心里会可能对你不高兴 可是不会说 就有那么一两个叫做英雄主义 他呛完之后 他还会找人帮他拍 拍完之后还丢到 深蓝的群组里面去 说你看那个呛的人就是我 然后他会获得很多掌声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活在这种 莫名其妙的优越感中 所以陈时中误会了 他说疫情间大家心情不好 过去就好 大家不是为了疫情心情不好 看到你陈时中就不爽了 为什么不爽你知道吗 你怎么可以把民进党 在疫情的防护做得这么好 太可恶了 一定要把你搞下来 就是这样 不是对于疫情不爽 所以疫情防护得很好的时候 这些人闷 没有理由骂你 疫情防护得很好的时候 陈时中过来 绝对没有人会骂他 因为他不是真的喜欢你 是没有借口骂 那现在呢 终于快筛记拿不到了 然后每天确诊 都几万人这样上来 然后他就有理由 这个时候我骂你 才有道理 才可以名正言顺 他管你做得好不好 管你多辛苦 做完之后 他就po到网路上 网路上就给他很多的掌声 不要是陈时中 我都被骂过 我去 我去 我们每年要去做一次体检 这个是退府会安排 我去体检 我去体检 那一层楼就有很多 都是老将军 绝大座老将军都很好 他看到我就说 你怎么会来检查身体 我说我不能来检 他说我们这些都是无业的 他说你有业 我说我也无业 我跟你们一样无业 每天上电视怎么会无业 我说那是兼职的 那个不是正式职业 没有劳保的 他说这样子 那大多数都不错 就会有那么一个 就气嘟嘟的 看到我好像欠他三百块 欠他五百块一样 你知道吗 我看他 我说学长 我欠你钱 看我脸这么臭 不要跟你讲话 不是 你民进党的走狗 就谁这样骂我 那我就笑一笑 我就想说 我就跟陈时中讲的话一模一样 疫情这个时候 大家心情不好 过去就好 谁跟你疫情 我就是看你不爽 那我八十几岁 我也不好意思跟他骂 万一骂一骂 高血压起来怎么样了 大家是在体检 是要身体健康 他突然间身体不好 还要送急诊 我还要负责任 所以我就笑一笑 我说好学长 那大家就离远一点 我就跑到隔壁一个厅去坐 他追过来 他追过来 就一直讲说 看我这么小 年纪又轻 他八十几 我才五十几 对他来讲 就是小老弟 我跟你讲老弟 我不是故意要骂你 你不要帮民进党 擦石磨粉 这就是不对 我说学长 我都已经躲着你 你还要怎样 对不对 你还要怎样 我也不能跑去 跟那个护士小姐说 帮我跟他隔十号 那不行 都是安排队的 就跟着我 一直念一直念 我心电图测两次 还不通 一直在骂我 我心情会起伏 所以我就跟 医大夫讲 两个女学长说 比较大的社交距离 距离很远 距离两三公尺 他一样在 国家心意洪亮 国家照顾得很好 声音很洪亮 他骂得我心跳不对 你知道吗 因为虽然心如直水 没有这个做亏心事 可是一个人这样指着你骂 他心脏就会跳 就会跳 我就说 我说那 他说那个 余北辰那个没问题 我知道你这个是正常的 他这样一直骂你 换成我我也会不正常 那个小姐就小声地跟我讲 我说那我要怎么记 等他走了你再来测 所以我就先不测 先不测心跳那一站 我就先去弄眼 看眼睛啊 看喉咙什么 看完之后 他远离了 我才来测心跳 正常的很 所以一个正常的人 被那个碎碎念 当然会不开心 所以陈时中心情 当然不舒服啊 所以他叫你下台 不是真的叫你下台 是终于等到这个借口 但是这是不对的 那陈时中呢 说句实话 你去冗总 本来就早骂了 太老实了吧 他这个没有政治 可见他真的没有政治 他没有没有 操作 没有政治思考 你知道吗 他去被骂叫正常 居然去了北荣 他去北荣 去冗总被骂叫正常 那不被骂叫幸运 是 对 所以我说他一点都不要 这么难过 但是呢 媒体拿出来做对比 那就不对了 对 这下网络媒体坏透了 那就不对 他的老板呢 现在就是压保柯文哲 跟侯友怡 因为这个柯文哲到花莲去 说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我们做对的事 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 都会喜欢你 可是那百分之零点五的 会很讨厌你 你不要在意 所以你看这次不刚好 就埋下伏笔 就说其实大家都是喜欢我 柯文哲的啦 只有那零点五的名嘴 一天都乱骂我 那会有报应